在11月2號 李克強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被火化了 距離李克強猝死就短短七天 李克強連真正的死因都還沒辦法釐清 就被送進的火葬場化為青煙 正式的向全世界告別 不過最讓人意外又不讓人意外的是 從頭到尾表現冷淡 保持沉默的習近平 也帶著中共常委們一起出席了送別式 不知道他心裡的對話泡泡在說什麼呢 但是習近平與李克強服務人的握手慰問 非常的簡短 一句話也沒說 反倒是李強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有血有淚的真人 他不但緊握家屬的手 還認真慰問了兩句 更像個政治人物該有的舉措 那不知道李強事事也擔心 今天的李強會變成明天的李克強呢